我是食肆中心的潘文青專案經理 那我先介紹給我們單位為什麼 我們做食材跟農業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早期是食材起身的 那其實食材現在 真正食材產業的一個 整個業務範疇 現在只有在我們食肆中心的1 3分之1左右 事實上我們包含深圳海水 還有我這邊是主要是農業為主 那我這邊主要是負責花蓮地區的農業 跟有機農業為主要的部分 那其實我的專長是在於 產品開發跟通路的這個部分 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說 通路的一個抉擇 大家都是農民吧 在座都是 那 栽種的年有人剛才開始耕種了嗎 應該都有一些資歷了吧 OK 好 那其實在傳統農業裡面 你們一般栽種出來的作物 都怎麼樣行銷 交航口 都有 自產自銷 所以你面積應該不是很大 沒有很大 不算大 OK 因為台灣其實 全世界有一個比較大的地方 是台灣的一個比較奇蹟的地方 就是說台灣其實 台灣的整個農業成效成績 是全世界最複雜 最龐雜 然後最多成績的地方 所以 常常你在新聞上看到說 產地價格跟農民 你生產者之後到整個消費者手上 其實他經過了 如果沒意外的話 至少要經過三到四個層級 航口 地方航口有分 地方航口跟外面的航口 所以他就會經過航口的第一個手 就所謂我們所謂的大盤批發商 再來會經過一個零批商 你從生產者之後 進入批發商的部分 航口的部分 或是菜飯的部分 然後再來會進入一個販運商的部分 販運商包含的運送跟販賣 他都兼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就像在花蓮有些地方 他就有這樣的功能 一個合作社 他不僅標菜 買菜 他還包含的運送這個部分 所以他相對的成本就會在上面 加速在上面 最後才會到消費者 其實台灣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零批商 什麼叫零批商 就是他的批發量也不大 他介於零售跟批發之間 那個叫零批商 大家有看過嗎 就是那種 通常我們在傳統市場會看到 騎乘摩托車或是小貨車 然後後面拖了一整車的菜 但是數量也不多 那個叫零批商 大家應該有看過 但那種人會不會直接到你的田裡面 或是直接接觸農營 不會 他會到哪裡 果菜批發市場 去批那些菜 他會批很多種 或是台灣有一種鄉間 民間常常 我們直接看到所謂的菜車 大家會遇到嗎 會嘛 那種是屬於零批商的一個功用 所以你看 你的 你栽種的農產品 為什麼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賺不到 消費者手上的所謂的 那麼高的價格 其實主要原因是 你的東西 你經過很多很多的手 其實我們知道說 農作物本身 台灣來講 農作物本身它是一個比較 價格相對比較低廉的一個作物 除了颱風技之外 但是經過那麼多手之後 價格會墊得非常非常高 所以其實從李登輝時代 應該不能不只說他 很多的政府都宣誓說 要整頓整個農業產銷 但是到現在好像沒有成效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整個成效系統 太錯綜複雜了 很難去一一的去整頓 然後是統一的一個環節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在看到 以現在高麗菜來講就好 我們知道 今年有九個台灣沒有進台灣對不對 所以去年高麗菜已經崩了 今年為什麼很多人要中 大家有沒有想過 價格 去年價格不好了 很不好 都餵豬了 賭啊 賭什麼 賭好價錢 今年可能會比較好 就這樣子而已嗎 他只要賭 他只要賭 那你就錯了 他不是賭那麼小 他要賭政府補助款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賺 有 對 所以現在發生有些農民 突然發生 真的農民嗎 然後最近有人在說 哇 政府沒有去調控 知道高麗菜價格不好 為什麼還開放進口的 還在繼續開放 最近市面上有一些 越南 泰國的高麗菜 為什麼還政府繼續開放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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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政府開放的嗎 不是 是批放商放進來的 是批放商的庫存貨放進來 為什麼 便宜嘛 取代性高 他要取代台灣的高麗菜 所以他可以怎樣 他可以反過來 跟你們農民壓低 再壓低價格 因為我市場需求 我可能用進口佔了30% 所以我的市場需求 可能就80% 所以你這些農民 要進入這個70%的宅門的時候 怎樣 價格滋降 有沒有覺得很黑暗 不過這就是市場 市場機制的調控 所以很多人可能會 第一線就開始罵政府 啊 政府這樣 我不是政府單位 所以可以罵沒關係 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說 是政府的問題 事實上這是一個 自由經濟貿易的一個市場 所以它有很多的奇怪的機制 在這個裡面 所以有時候我們單看一個 市場機制的時候 我們就笑笑的 讓子單費一下 其實事情沒那麼簡單 所以有時候很多人 或是說最近有提到有一些 自稱為農民的人出來發聲 那但是會被提爆 為什麼 就是有這種人存在 就是他可能借著 發這種所謂的實機財 或是說藉由這種 政府的一個補償款 而種的人 那這種人其實 對我們農業來講 是很大很大的傷害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台灣的 整個成效成績會這麼多 所以造成說你永遠看不到 未來的價格 不過北農有個好處說 它已經推出一個APP 大家有看過嗎 你可以隨時去看它的拍賣價格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為什麼 我菜送上去這個價格 或者我的菜 在運輸當中 我的販運商 我的航口是不是因為有 低汙保存不良 造成水傷凍傷的問題 那都是會造成你價格 一個波動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 比較傳統型的農民 就是你是固定叫航口 叫農會的 那你就要去瞭解說 到底為什麼 我賺不到所謂的超額利潤的部分 那當然有機的通路 跟傳統慣性的通路 又不太一樣 待會後面講到 OK 那個是傳統 一個批發市場的一個型態 它就是從農民之後 它直接進入運銷的一個封閉系統 所謂的運銷封閉系統 說你不知道它的結構到底是怎樣 它是結構性整個封閉的 就剛才像剛剛看到的 你是進批發市場 大型批發市場 還是到地方的批發市場 還是說到直接到果菜市場 你並不知道 這事情就航口知道而已 那航口台灣人有一句話 菜場菜咖系有聽過嗎 講的就是航口的 為什麼 為什麼菜場菜咖系 不是說它因為搬菜搬多 農藥稀多的死掉 因為它是賭博的心態 應該要肉無丟的壇 他們一個晚上可能一台 BMW的上下這樣子 我一個同梯的他們家 號稱北台灣大概有2分之1 到3分之1的菜市 經過他們家的手 所以有時候他們有時候 運菜的時候怎樣你知道嗎 從雲林運菜 市集就接到電話說不用上來 直接到大甲溪 因為你從大甲溪之後 那個公路的油脂跟過路費 菜都沒那個錢 所以怎樣到大甲溪 整車倒掉 有這種情況 然後我們去看過 以前在雲林的時候 市場上沒高麗菜的時候 我就去冰庫看 哇 兩三百吋的高麗菜 在哪裡 在韓口的冰庫 對 冰起來 所以其實韓口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 正常來講 他們應該要調節市場的一個 穩定機制的功用 那當然是最美的 最美的夢想 但是他們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他們就是賺那個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 台灣這兩年一直為什麼要打壓 這些人 其實就是原因就是 我們希望他整個 運銷系統是能夠開放性的 讓農民知道說 為什麼我賺不到這個錢 為什麼我價格會低 而不是說 裡面也歸了 歸了政府 但中間有很多這種菜蟲 在賺這樣一個 很高額的一個差價利潤 而沒有回到我們農業身上 所以其實他農業有一個 這樣很大問題 他是一個運銷體系 非常封閉的一個市場機制 那其實 台灣現在來講的話 有更多的所謂直銷通路 大家不要擔心直銷 直銷不是那種 那個老鼠會那個直銷 所謂直銷是直接銷售 unuser的意思 就是說你的生產者 直接對消費者 像剛才在這個夏大哥 他有提到說 他可能直接對消費者 那其實這邊有有機的農戶嗎 有機的 ok 有機比較不受市場價格波動 是不是 謝大哥 為什麼你知道嗎 量不夠 客群 這都是原因 因為你是直接對消費者的客群 那他的價格不會受 外債因素太多的一個影響 其實正常來講 冠奇年應該不會猜對 為什麼 因為你想 我知道明天颱風要來了 我會幹嘛 搶收 所以這個市場應該會怎樣 跌 但是不對 怎麼會漲 菜去哪裡了 囤積起來了 對 但是我們都知道 有機為什麼不會漲 也不會跌 因為他菜收起來了 所以我菜 我家又不是說有什麼 像販運商可能幾噸的倉庫可以冰 所以怎樣 我趕快銷售掉 我直接趕快銷售掉 那甚至於會跌 為什麼 因為我可能搶抽 我的菜可能不夠成熟 所以我價格可能會低一點出去 直接對消費者 所以這個時候 你的價格是比較平穩的 而且消費者是直接對你 你知道說 我颱風了 我這菜是先收的 而不是囤積的 而不是缺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其實 在颱風天的時候 最好是去買有機的蔬菜 因為價格比較平穩 但是消費者比較不知道 所以其實在整個通路上 有很多個這樣的一個選擇型態 其實在這幾年現在台灣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 號稱幫助小農的一個通路 打著幫助小農通路來找 我相信謝大哥應該有接觸過 很多通路來說 我們就是幫助小農 但是怎麼半年一年就不見了 我們遇過非常多這種的 尤其到國際展會上 又遇到更多這種 有大陸的 打著幫助小農的名號 然後東西來一拿 他就不見了 甚至於有那個 不見之後再出現 換個公司行號 又出來幫助小農 其實一直有這種的存在 其實為什麼 很多人說要去幫助小農 卻沒有辦法幫助到 因為其實跟各位講 其實幫助小農 我們這兩個人一直在幫小農 做一些事情 但是非常的辛苦 如果你是以公司營運的方式的話 其實很難很難賺得到錢 除非你跟航口一樣橫下心來 學他一筆 不然的話 其實你如果是存心善念要幫助小農 非常的很累 像我昨天一個案例就好 我幫小農透過一些管道 要盛情的農機區補助 補助六成 很高對不對 但是我們跟農民講說 你要買一定要買 這個補助下來一定要買 不然我們會被記缺失 結果這個小農就講說 嘿嘿我現在不想買了 那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很多人幫小農幫到後來 灰心上市就是這樣子 就說 你不想買 那我是要自己幫你貼那40% 還是要被記點 所以說有時候 為什麼很多的台灣的小農 一直還是小農 其實有的人幫不得 你知道嗎 如果你種錢種了5、60年 然後還是維持小農心 他必定有他的問題 就跟一個人 你念國小一直言必 為什麼 會有問題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個增長 除非你就覺得說 我可能就維持這樣的心態 這樣的心態 我的經濟心態 他這樣子的規模 就足夠我的收入 那就OK的 但是如果說一直出現有問題的 一下土地有問題 一下肥料不夠 一下機具都有問題 那表示這種農民 他本身的體質一定有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台灣在這幾年來 有一個 很多的一個幫助小農 一個通路商會進來 其實農產品的運銷體系 它只要越透明 中間的管理理由成越簡單 所以越簡單 就不會說你想一個公司就好 很多的一個運銷公司 他會請了什麼樣的人 農藥檢測人員 我的行政人員 我的運銷人員 這個成本要關在哪裡 農產品上面 我的商品上面對不對 所以他的管銷成本會很高 很高的時候 你的農產品價格就會被墊高在這上面 因為他的成本支出 他不可能說 我就佛心來了 我吸收 所以其實你的整個價格越透明的話 中間管理的流程越簡單 他整個流通率越好的時候 就是說你能夠越快的形式上 上到通路上 上到消費者手上的時候 其實他的公平性會比較高的 那就有越高的一個保證出現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在做一個 通路選擇的時候 可以好像這個方向做 如果你的農產品不多 樣式多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通路 其實通路並不是 我們只存在於說所謂的 你看到這些實體店面 就是所謂的 像什麼全聯 這樣的一個通路而已 其實整個 有時候很多人會渴望 像這種大型通路 但是你知道 整個花蓮 去年談完全聯 就兩個農民敢簽約 為什麼 因為他有罰者 你叫我出貨來 不好意思 我就罰 因為你會影響到我的 我後面的消費者 我總不能這間店 一下有 一下有 所以敢簽的農民 事實上大家都 興致勃勃來參加 結果敢簽約的 只有兩個而已 原因就是你要看你的量夠不夠 再來說你要談你的生產型態 那其實 整個 不管你在銷售上 除了交易傳到航口裡面之外 你可以透過社群媒體的一個力量 現在知道Facebook很簡單 手機隨便就可以社群一個媒體 那你可以透過自己的直銷 或者是說社群網站的一個建構的方式 像其實台灣很多的一個這樣社群網站 像花蓮好市集 他們不只實體而已 然後他們其實也有 也有這樣實體店面 那或者是一些農學市集 他們都是透過社群網站 做一個直銷的販售 像這邊 花蓮的農民多嗎 應該蠻多的 比較少 現在 那我介紹一下花蓮好市集就好 其實花蓮好市集 他每個禮拜六日 會在花蓮固定擺攤 所以都是有機的農民 其實他們現在擴大蠻多的 他不只只有農民而已 有賣玉石 或是一些木雕類的一個群體 那他們會在每個禮拜六擺攤而已 擺攤用意 因為他們是有機農民 他直接要接觸消費者 其實擺攤對他們來講 其實沒有很 很好的一個效益 我們知道說現在台灣到處可見 那個市集 市集已經成為一個常態 但是有擺過市集的人嗎 有 廣告效益大於銷售效益吧 為什麼但是還是要出來 因為他就是讓消費者 其實他的教育性質 跟推廣性質比較高 所以有時候很多 一開始早期很多農民 他可能希望藉由市集去賺到錢 後來發現都煞雨而軌 為什麼 因為其實銷售市場的關係 其實市集這樣的型態 久而久之 你如果形成一個市集的話 像台北的水花園就好 台北市農民他知道說 我要買有機 要買外地的 要買特殊的 我就去水花園 所以久而久之的常態之下 你才會產生效益出來 所以其實市集有他這樣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廣告效益會比較大 那不要說我會在市集裡面 獲得到比較多的收益 所以很多農民說 我來市集就是交朋友 對 其實他是直接面對消費者 讓消費者知道說 你有這樣一個農戶的一個心態 所以其實這個消費者當中 他不只只有所謂的傳統的消費者 他其實有很多的 像剛才提到前面那些小型通路商 或者一些洽接的團體 會出現在這樣一個單位 然後會跟你洽接可能簽訂單 比較小的訂單 這樣一個方式 其實市集是蠻鼓勵大家 還是可以參與 尤其你的作物比較少量多樣性的 那市集就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或者說可以接觸到比較多的一個 一個消費者的群 他也不一樣 那你可以透過你自己的一個 社群媒體網站去架構 那當然就是你要花另外一個心思 去經營這樣的一個網站 或是你的Facebook 你的IG 這樣的一個東西 但事實上你在做社群經營的時候 不要忘了只是單純的 謝謝網誌或者是說他的 照片的露出 有些蠻用心思 你要露出多一點 是需要買版的 或是買關鍵字 那就會達到比較好的一個銷售效益 其實這兩年有一個所謂的產戶 農戶的一個產地指送的一個方式 像花蓮就好 你昨天有聽到鍾宇恩 他是在地一個糧商 他屬於產地指送的部分 他從在地生產然後收購之後 就直接到消費者手上 他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他受風印象 他也是 幫產農場跟像阿翔西瓜 他屬於產地指送 他直接對消費者 這幾個其實 像我去年輔導完的阿翔西瓜就好 他傳統也是交航口 直接交航口的一個型態 但是他就沒辦法獲得一個利物 你知道一顆西瓜他30斤 航口收多少錢 沒有那麼高 100 120而已 對 事實上一顆可以賣多少 400 錢跑去哪裡 所以後來他走這樣 直銷的型態去做 他走直銷 就直接他對消費者 他在社群媒體上 他就下很大的一個用力點在這邊 但是他社群媒體在怎麼經營 他只在西瓜殘劑的時候 他只中第一劑跟第二劑 但是他第二劑是交航口 為什麼我等一下會講 他第一劑的時候 然後他就在社群媒體上下很大的用力 他只要開始栽種 就我們知道第一劑的西瓜 大概花蓮比較晚 大概過了完年後 才開始栽 南部可能過一陣子就可以下廟 然後他們就會這個時候 開始下社群媒體的大量廣告 讓消費者知道說 我種西瓜 我是產地 我是很透明的 所以他就可以一顆拉到三四百 沒問題 其實量也還不錯 所以他每年要跟他爸爸談判說 今年你多少顆要給我 因為他爸爸也是比較傳統型的農民 他覺得說 裝箱子麻煩 包到晚上一兩點 什麼還要去挑瓜 什麼有的沒有太麻煩 交航口整車走就好 但是他的想法不一樣 他就說我要包 所以他每年跟他爸的那個 增加的額度越來越多 可能兩百顆三百顆 到現在去年好像包到六百顆左右 那他量還不夠 那他爸爸後來也轉向說 好像這樣很不錯 就開始走向這個方向 所以他在社群的時候 他在栽苗之後他就開始下大量的媒體廣告 然後下大量的一個廣宣的方式 而且Facebook可以買版大家知道 是可以買版的 你的曝光率會增加 所以他就是這種方式 再來說辦理所謂的阿翔西瓜節 他會在這個時候 其實阿翔西瓜節這個活動 是他們農民自己辦 就幾個農民自己辦 他並不是農會組織或是鄉公主去辦 那當然現在很多人跳出來就一起搭 那他就辦這樣的一個西瓜節 可能一些有趣活動 吃西瓜比賽 然後到這兩年有一些其他農會 就開始寫 學他們辦這樣子一個比賽 或是說像橄欖球賽 田律裡面橄欖球賽 西瓜橄欖球賽 這樣一個有趣活動去做 然後做一個公益的競標 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是說他做一個公益的形象廣告 像他一顆賣880 然後他全部的錢都捲出去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帶動產業的一個方式去做 他就是用這種方式直接對消費者 不用透過一些其他的生意超市 或是標的方式 像他有另外一個親戚 黑人西瓜有聽過嗎 黑人一個真的難配的黑人 非常的黑 他嫁來台灣 他娶台灣老婆 對 他的型態不一樣 他跟加勒服簽約 他一顆交加勒服100塊 但是他 因為他的 加勒服跟他收益排行為 他只要20斤以下 所以他就改變他的債重心事 他就流瓜流比較多 他不像他們 像阿翔他們債配型態 他一條藤 他只留一顆瓜 他可能流到3到4顆 因為你想我今天 我的收購者 他只願意收這樣子的型態 因為我們知道 這樣通路 因為我們叫西瓜一顆3 40斤 每次我都去找他的時候 都不想跟他拿西瓜 因為我那個禮拜就開始煩惱 我一個人住 我要吃到貴心裡 就是3 40斤 所以他教這樣通路的時候 這樣通路的型態就是說 這樣消費者的小家庭 會去全年會去加勒服小家庭 所以他要有西瓜不大顆 20斤以下就好 太大顆煩惱 他會跟我一樣 所以他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的成本會高 我田間成本災費會高 所以我就改變我的災動心態 我一條藤留3到5顆 所以我的相對密度高了 對不對 我的總支出的成本就會降低 所以利潤就會產生 所以你要看你的消費者的需求 然後去做一個反向的一個推動 說我要怎麼去調整 所以其實你當你做一個農民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組織合作社或是產銷班 像我們社會經濟會輔導一個合作社的產生 其實你就可以直接對你的消費者 不管他是電通的消費者 電通就是說 像現在有一些某某台 或是有一些網路通路行銷廣告的一個電通 它是屬於電通的部分 然後在社群的部分 可以銷售 或者是說消費據點 升級超市或鑽營店 其實這東西不難打進去 這個東西其實是大家一個很好的主力點 我怎麼這麼說 因為其實像旁邊就有統貫超市 那我問過很多農民 沒有農民直接對統貫才是談的 其實我們又要統貫的人 他說我不知道會長那種農民 其實在隔壁而已 其實地方超市或是說小型的連鎖超市 或是鑽營店這種東西其實它很好 為什麼很好 因為它量也不大 所以你的供應可以直接對他們 所以其實你們在找通路的時候 其實可以針對當地的一個小型的通路商 他們就是通路了 就可以談 那你會發現說其實沒那麼難 會不會就像自助餐店 像我朋友在後來開自助餐店 他說我找不到農民跟我起座 我說我介紹給你 我小農一大堆怎麼會沒有 而且你對他們有好處 你們價格不受市場的一個調控機制 而且這樣子的一個利潤你們可以均分 可以獲得比較好的利潤 所以其實從這樣地方型的專營店 或是生電超市或社區型的超市 就可以去談這樣東西 那我剛剛提到的料理的部分 工餐的然後是餐廳 這樣子也可以去談 因為你要看你的型態 你的型態去做 然後還有你的消費地到底是在哪裡 你是外送比較多 或者是本地超市比較多 你要去調整你栽培的作物 像有些業菜類完全不適合運送 運送到台北死掉 像銅號就好 很好種 但是銅號有沒有人送台北 有價格好不好差 為什麼 水上非常嚴重 完全不能壓那麼嬌嫩 那你要種嗎 你要考慮一下 如果你是台北 你是運送外地的市場 你就要考慮說我的作物 我要不要做這樣一個栽培 那很多農民他知道 銅號在北部市場價格很好 但是我就不種 因為我去可能損耗了三成五成 我反推下來我的栽培成本 相對是高於其他作物 像我寧願把銅號留在本地市場 如果沒有本地市場的時候 我就不要種 我就再種其他作物 至少可以稍微耐存 儲運一點的一個作物 所以其實現在有這樣一個型態說 你從你的產地裡面去找 你適合的消費者的族群 其實全台灣應該說 我們周邊都是通路 那你怎麼去尋找 比較適合你的 尋找通路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好銷售 第二個再來降低你的成本 然後再來說 你的消費比較透明 這就是我們要的一個方式 其實現在很流行說 從產地到餐桌 這樣一個好處是說 它可以讓消費者 直接很透明 讓你的 不管餐廳也好 或是消費者也好 它很透明 知道說你的作物是怎樣的 或是說 現在的時令 適合吃什麼樣的作物 像夏天的高麗菜最好 好不好吃 夏天也可以種高麗菜 大家知道 夏天行很難吃 有吃過太果就知道 就覺得自己很牛 沒有 它纖維比較粗糙 台灣現在也可以種 夏天行的高麗菜 但是台灣人 認為高麗菜要 什麼時候才好吃 冬天 或是要上高山 夏天要上高山 冬天不能上高山 上高山就凍傷了 所以知道什麼樣的時節 試著吃什麼樣的作物 這是你從產地 教育消費者 有很好的一個好處 像我們最近一直在辦一個 像花蓮這邊會辦一個野菜的市集 或是野菜的體驗 像我們今天 我們六大團隊就在辦 野菜的體驗的活動 那就是主要是教育消費者 如果你有農場 你的農場有這樣的閒置空間 有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其實現在農民真的很 很可憐很辛苦 不像以前說 就我只要很單純的種種菜 賣完就沒事 現在農民要五花八門 又要經營社群網站 又要搞這些有的沒有的 所以現在農民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你可以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跟各位偷偷講 所以我有遇到農民 他後來發現說 辦活動比種菜好賺 他就專營在辦活動上面 因為他說 我的菜 就有兩個夫妻糧 種的量也不大 然後數量也 他很喜歡亂種 我有時候問他 為什麼你要種一些香草 他說 我就很愛 然後又賣不掉怎麼辦 這時候他就辦很多活動來搞這些 辦活動 其實辦活動也是一種直銷的心態 也是在教育者 當然很多人會很 講得很 對社會很有公益說 我就是教育消費者 我是為了孩子的健康 我為了什麼什麼 其實事實上 回到經營面來講 他可以讓你的蔬菜 你看直接從田裡面 就直接到消費的手上去 而且透過辦活動型態的方式 你的成本是降低的 但消費者的支出是增加的 其實這樣形態就不錯 所以有時候很多的農民 他喜歡辦活動 但我遇過很不喜歡辦活動 也有 因為他覺得好煩 而且死小孩什麼之類的 但是就有這樣好處 就有這樣好處 我有遇過農民說他很喜歡辦活動 原因說是消費者公公 南瓜民就可以長很大 他還是採 沒關係 這樣低風險 我直接賣掉很好 合了而不為 所以其實 從採進到之後 辦這樣活動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 你的農場 你的環境適不適合 辦這樣的形態 辦這樣的形態去做決定 像我們的農民在宜蘭 旺山休閒農場 大家知道嗎 他種什麼 南瓜 南瓜可以賺這樣 沒有 南瓜可以做這樣也蠻厲害的 南瓜 我們知道南瓜這個時候 是比較價格比較低的時候 但他人家種南瓜是賣南瓜嗎 對 他種南瓜賣體驗活動 你覺得很奇怪 他種南瓜 對 你看 所以他種南瓜賣體驗活動 他不是種南瓜賣南瓜 200塊 你要踩幾顆 對不對 腰都快閃到了 不用讓小朋友踩 自己踩就好 我現在收200塊就好 所以其實 有時候你要看你的作物別 跟你的生產型態 來做調整 如果你要做在 體驗活動上的話 勢必你的廣告效益 你就要去做調整 你如果下廣告 你下廣告絕對不會是 一般的消費者而已 最大消費者其實在哪裡 周邊的小學 幼稚園 小朋友吵著要買 媽媽說 好啦 買 所以其實有這樣的效益 其實這兩年 一直在推動環境教育 這樣子的一個場域 其實很符合他們的需求 其實你可以針對周邊的 這些教育單位 甚至於我們有遇過很多 最多的時候 補習班都遇到暑假 補習班現在是要五花八門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學校 幼稚園要帶他們出來體驗活動 補習班也很多這種的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會在寒暑 遇到補習班來參加這種體驗活動 你也知道補習班 暑假也沒有什麼作業太多可以寫 所以寫完之後 他們要想出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老師有時候也懶著 200塊 別人幫我們帶一下 就帶去這種環境 所以其實這樣體驗活動 是可以辦理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台灣這兩年蠻興盛的 所以這樣子一個 從產地直接到餐桌的一個型態 是可以做這樣的東西 但是大家不要只單純想說 我只做餐而已 很多東西可以做 DIY 體驗活動可以做 你可以做果醬 有人就蓋個窯烤麵包 有很多的活動設計型態 當然這是又另外一個課題說 你如果去設計整個體驗活動的一個方式 其實任何你栽種的作物都可以做體驗活動 都可以做的 當然你先舉的條件說 你的空間 你的環境 適不適合辦這樣的東西 或者是說有沒有餐廳跟你配合 如果說你的環境不適合 有沒有周邊的餐廳 朋友餐廳 或誰可以跟你配合這樣一個活動 那就可以做這樣一個體驗活動 像我們宜蘭有個廠商 那個投蟲農場很大 進去吃到飽對不對 喝到飽玩到飽 就是在做這種事情 他菜自己種 什麼都自己種 對不對 那個文旦 你不適合不才餵山豬 不如來飯體驗活動 他就可以做這樣一個經營型態 是說你的型態是怎樣 來做調整 因為這種東西 傳統早期的那種 所謂的那種休閒農場 開始慢慢來到 我們現在比較小農戶的 可以做這樣的東西 其實小農戶說 你的人數不多 其實是可以比較做深度型的 一個教育 那是比較好 你可以從很多的方式去做 像我們當初有幫農場設計 這樣的一個課程 我們切入兩個點 大家去翻小朋友的課本 社會跟自然課本 現在小朋友要上環境教育 你知道 我們就把教案寫好 我說我這個教案是符合你哪個課綱 老師說這個好 這個你都幫我想好了 我就直接帶來就丟給你 我就符合環境教育時數 符合我的教育課程 哪一課 符合哪一個社會課 像我們在推阿美族野菜就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這是屬於族群的環境教育的部分 老師就覺得這個很好 這個直接幫我解決 我要去設計教案的問題 符合我的東西 但是老師會很煩 因為我們在推環境教育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環境教育很大問題 那寫什麼回饋單 一大堆問題 但是其實你可以從這方面設計 可以得到符合這樣一個效益 所以其實從產地道餐桌 不要想說我只是單純的 在像很多人在田裡面拌拌桌 吃一吃飯而已 不要只要想 因為其實這種效益其實 反而還會比較不好 為什麼你知道 其實像我們在花蓮辦 吃飽的是誰 小黑文吃得比較飽 所以在田裡面拌 不見得比較好效益 像消費者就會餵 餵飽小黑文而已 其實沒有比較好效益 所以你去設計你的課程 或是你提供活動的時候 不要只單純說我只是伴著 或是吃而已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做 尤其在體驗活動方面 可以提供大家一個很好的一個資訊 再來說 有很多的所謂的農家植購的一個平台 就像一個花市集的農民直銷站 這邊有花蓮的農民嗎 有 有知道花蓮是農會有一個直銷站嗎 知道有上嗎 有上架嗎 沒有 他是可以直接上架 但是他真的有機的 就是他給你一個櫃位 他不會理你 但是你每天你自己要去整理菜 因為是政府支出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他讓農民自己去做一個銷售 他提供這樣一個超級市場的一個場域 那你本身 你就可以接觸到消費者 消費者也可以在那個場域 在花市農的超市裡面認識到你 所以你就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直購平台的經營 那很多農民也在這邊獲得不錯的效益 當然他現在事辦是以油機的為主 油機農民為主 如果說你覺得你的生產裡面 可能沒有很多的包裝資材 在很多的資訊透露上 沒有那麼多的成本支出的時候 其實農民直銷站是有這樣的好處 就是說很多 像我們傳統農民 有的就他自己就很簡單用手寫 貼在上面 直接貼在上面 消費者知道說 這是他的產品 他只有這樣子的暴露而已 所以他沒有做太多的一個 一個廣告跟文宣 但是他量怎麼大 那有些農民他會分 譬如說我過剩了 可能我的通路上他可能加20斤 但是我產出來有23斤 那我就把這3斤送農民直銷站 就可以分擔掉風險的部分 那他有這樣好處 所以農民直銷站消費者就會有很多的選擇 你可以讓消費者知道說 你種了什麼特殊的作物 像我們遇過農民 他種一個很特殊的作物 茴香 茴香我們都吃哪邊 地上部對不對 沒有 他賣根 很少人吃 對 對 他吃根的 台灣人傳統吃葉子 秋冬的時候 他賣根 很少人吃 他就送種種地方 結果有人專門來這個地方找這個東西 為什麼 後來他發現他是一個西餐的主廚 會來找 因為他說其實很便宜 因為我們知道 這種東西台灣很少人吃 種人絕對少 所以大部分是怎樣 進口 進口成本對餐廳來講是比較高的 所以後來他有一天遇到這個 他也好奇說 我丟這個東西也真的有人買 賣還不錯 他有一天就遇到說 真的是這個人來買 他也知道說 我原來有這樣的一個 西餐廳的一個需求的市場 因為台灣人不太吃那個東西 也不知道怎麼吃 所以他就 以後就直接跳過農民直銷站 直接對那個餐廳的廚師 然後這餐廳廚師會跟講 我需要什麼樣的需求 他再來做他田間的栽培管理的調整 他跟他講說 我不要一顆太大顆 我希望是有機 我希望是怎樣的一個型態 來調整 所以他就會知道說 我的消費者他需要什麼樣的一個 回鄉的一個程度 他需求量大概多大 我再回來摘送 我量要不要提高 餐廳的廚師直接談說 我現在量提高了 或是說 餐廳的廚師他會想到說 我現在有固定的供貨員了 我的菜色就可以固定 或是我會擴大 所以這個是直接對消費者一個好處 就是說你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管道 其實這些管道都是一個取勁而已 它不是絕對的 你就可以接觸到消費者 或是說剛才提到說 地區型的銷售農會或是市集的方式 其實他用意就是增加你的曝光度 增加曝光度而已 或是說建立長期 像花蓮的好市集 它是建立一個長期的 一個很Routine的一個型態的 一個銷售據點 那消費者久而久 他就會形成像水花園的一個型態 說我要買這個東西 我就知道我來這邊找 所以這兩年很多的農會 有很多地區的鄉鎮工作 他到北部去辦 展售效果很差 像這禮拜花很大的一筆資金 其實我昨天看 前天看完就覺得蠻好笑的 他在台北火車站辦市集 大家有注意到嗎 這兩天 下禮拜還有一場 全國小農市集 然後這一場 在台北火車站辦那一場 也是全台灣的一個農民去參加的 效果好不好 不好 非常不好 在台北火車站的大廳 那邊人非常非常多 你一眼望去全部都是外了 沒有啦 對 那為什麼效果會不好 對啊 對啊 你等到路嗎 對啊 我主要去台北火車站是幹嘛 大車 有啊 台北有些市民很 不是很無聊 就是他會去逛那個樓上 不多 真的不多 但是一般人都去搭車 我整個人說 我今天要 我去台北回來 要回來花蓮 我順手帶兩顆高麗菜 那我可憐 神經病 對不對 所以人多 效益就好嗎 不一定 那是人流看起來多 一眼望去都是人 全部都外勞 滿滿席地而坐 多開心 就是沒有人站起來買東西 氣死了 就是看 哇 都是農民 都是人 但是沒有用 就是因為他的型態的問題 那我們之前有幫 花蓮的一個地區農會 地區的一個相公所 也是辦這樣的銷售據點 我們在南港 他們指定在南港火車站 我們說這個點不行 千萬不要辦的 他們指定辦在哪裡 我說好 我們辦的 結果呢 那個鄉鎮比較特別 那個鄉鎮米很有名 結果呢 10攤裡面有13攤賣米 大家都米你知道嗎 一眼望去 這樣我要怎麼賣 所以那個地方第一個 南港火車站也在整理 很多的公務人員 或是很多的在設計活動人員 他們當然很直接覺得說 人流等於金流 人草等於淺草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說 其實消費型態是有選擇性的 所以他們硬要辦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兩天就被農民罵 一直被罵 結果我們最熱鬧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請那個舞團 阿美組的舞團去跳 哇 小費者 就很多的人說 你們頭銜這樣在哪裡 我說我們是賣農產品 所以其實要知道說 你的銷售據點是什麼樣的型態 它有沒有定期性 有沒有定點性的活動 像好市集它是有定點的定期性 所以花蓮的農民就知道說 我要買有機的時候 每個禮拜六去逛好市集 就可以去做這樣一個消費 所以你要知道說 你的銷售據點有沒有那樣的效益 再來取決說 我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的時間都很寶貴 你可能要花了一天到台北 其實很多農民都會跟我們反映說 要不是這個活動不用錢 我就不要來 很多人會這樣講 真的 人家說這個我在花蓮賣都比它好賣 原因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要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要跟主辦單位去協調說 你的活動型態有沒有效益 才是重要 因為有沒有效益 對我們農民來講是最直接的 而不是我要看到人潮而已 人潮是沒有用的 所以其實當你們在做這樣一個消脫的時候 其實你們也可以組織團體 像好市集就是一群我們花蓮的有機的農民 然後慢慢的越來越熟了 然後就組織這樣一個團體 這樣團體你就可以固定定點 讓消費者知道說我在這裡擺攤 這個時間這個點 我們這些農民在這裡擺攤 它形成一個市集 其實市集 台灣以前早期就有這樣的型態 只是慢慢的 因為都市化的關係消失了 其實可以再回來 你就可以認識到你的消費者是誰樣的型態 那這些消費者他就會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說我就知道 我禮拜六就是要去逛好市集 我要買有機蔬菜 那或是說我要買什麼樣的一個加工品 我知道我要找誰 這樣一個消費型態 所以其實這樣的一個直購平台的話 它其實有很好的一個模式 再來說有一些網站 它也是會做這樣的一個APP的賺錢 或是說它有一個直銷的網站 直接跟農戶購買的一個推動 其實這兩年我們 應該說政府單位 它也滿在推動這樣一個東西的 所以其實你在辦銷售據點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透過市集之後 就建立起所謂地區型的一些銷售據點 所以你們可以回去找一下農民 所以我們辦裡面這些農民 可以大家瞭解說我們的位置 大家可能有了宜蘭的 有可能在那邊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農會 或說地區型的一個地方 去洽涵辦這樣傳統市集 當然市集的廣告效益 會大於市集的效益 但是沒有關係 你只要建立起這個市集之後 消費者知道有這樣一個傳統的 應該說你建立起一個 他很既定的觀念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我這個時候這個時間點 我來這邊就找到我要的東西 所以慢慢就會產生這樣一個效益 其實這兩年好市集來講 他已經走到比較純熟的方式 他們開始走出去 所以走出去是說 他們不只是在好市集那個據點經營而已 而是說有大型的活動 有大型的活動 他也希望去搭 搭大型的活動 在裡面做銷售 其實他們也覺得說 這樣子是滿好的一個效益 像裡面有個農民 他專門種火龍果的 火龍果真的種得非常差 草跟火龍果一樣差 人力有限 這時候怎麼辦 他就不賣火龍果 他賣火龍果汁 超好賺 他就做這樣的事情 他又喜歡亂種 一下種這個 一下種那個 所以他不只賣火龍果汁 他就把他所有的水果類拿來打果汁 火龍果下面他又種胡蘿蔔 也拿來打果汁 後來發現他 我就說你根本不是農民 是賣飲料的 他是做這樣的經營型態 所以其實所謂的農民 你不要想說我只是單純的 只是賣農作而已 我賣的可能也是活動 或者是說間接型的 直接型的加工品 這都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尤其這兩年加工品的一個興盛 也可以慢慢去做 可以鼓勵大家朝向二級加工去做 因為農會今年一開始協調 所謂的有四大類要歸為農業管理 裁切乾燥 這樣的東西都屬於農業管理 所以未來在加工上面 可以朝向這方面去做 像我這兩年在輔導一個加工廠 我們應該明年會設立完成 花蓮第一個有機的罐頭加工廠 而且光復落成 我們希望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幫農民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的 台灣幾乎都小農 很多人就說我是大農 你知道歐洲的小農是幾公頃嗎 歐洲 在歐洲 他定義那個小農 34公頃 在台灣34公頃 哇塞 這個地方大呼了 所以其實台灣幾乎都是屬於 比較偏小農型態經營 但是其實這兩年 我個人蠻排斥這個字眼的 就是很多人說 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就小農 其實不要有這樣忘自肥薄的心態 是說 你要有一個獨立的經營心態 其實現在農民為什麼說很辛苦 就是說其實不只是單純的 像以前只是栽培銷售而已 而是你要去想更多的銷售方式 就是去經營自己的一個產業的一個觀點去做 其實這兩年有很多的政府的一個計畫 是在幫助各位做成長的 大家有申請過那個水保局的計畫嗎 農村再生計畫 有聽過 沒有申請 好 明年有一個很大的計畫 青年回流的計畫 青年回流計畫 不干我的事 但是還是幫他廣告一下 我覺得不錯 就是說他補助 只要45歲的青年回流 然後你的農場可以聘請他 但是當然透過班 產銷班或者是農會合作社的形態去聘請他 一個人聘請一個人補助80萬 兩個人150萬 所以如果你有缺人力 又有人的話 可以朝上這個計畫去發展 或者是有一些單位他有一些 一年 不是補助你喔 他是幫你付那個人的薪水 對 你不要那麼 你可以請高一點啊 給他錢多一點嘛 他就補助80萬 那你趕快叫你爸爸聘請你 對啊 他是鼓勵年輕人回流 分冷氣裡面也可以 我上面好像沒看到有寫不可以 對 大家可以上去搜尋 108年青年回流的一個計畫 這個就是幫助我們農民 所以其實很多的一個 一個政府的計畫可能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其實他就很直接或很間接 可以幫助到我們整個產業的升級 我們知道現在 那個農場應該是沒到哪去選擇 應該是有 產銷班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簡章 單位好像可以 你看一下 應該大家都不是個體農戶吧 有僵務班或者是 大家都個體農戶嗎 像那個 水保局 對 你是要申請什麼 你先看 不見是水保局 你先可能是水利署 或者是農田水利會 因為你看你的地方是 灌區外 灌區內 的一個心跳 像我們一個農民他在那個西保 他當初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你一定是在灌區外 你一定是在國家公園 那種偏遠的地方 在西保 我說這個是國家公園的地方 所以你申請單位就不一樣 所以你要了解說 同樣是水溝 但是你的水溝是什麼水溝 是灌溉溝區還是排水溝 對啊 阿里山 你不要管那個地幕 你要看那個 那條水溝是誰的 對 那個區域 那個水溝是誰的 不是說我是元寶區 就一定元 他到時候在新建 或是在整頓的時候 他就要匯同那個單位 他不見得就是那個 這個案例就是 像我們今年申請那個加工廠就好 我們旁邊有國產局的地 我們還要匯同他 你知道 那國產局的地多大嗎 80公分 我要過他地 我還是要匯同他 所以其實你要了解說 這個溝渠就好 台灣溝渠有分灌溉 或者是排水溝 如果是排水溝 然後鄉公所的 灌溉才是農地水溝和管 所以你不要說我水溝 或者說我這元寶區 就是營地大管 不見得 你先了解說 這個東西是誰的管轄權 然後他去匯同其他單位 來幫你做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台灣的 傳統裡面都喜歡找代表 找代表橋什麼 其實不用 你只要先去了解這些 自己就可以跑了 我這兩年都在修理公務院 因為很多公務院的法規比我們不熟 所以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溝通 像我們申請那個工廠就好 無障礙空間 像我所個人講說 我們就 因為無障礙空間它有個水泥墩 它那個水溝上面有水泥墩 大概5公分 我就把它打掉 然後那個公務員說不行 這個一定要維持住 我說我這無障礙空間法 高於你的地方法 他說不行一定要蓋回去 好 我要蓋回去 過一個禮拜來說 其實我回去翻法好像可以 我說 你是在什麼中 我說你對於法都不了解 那你要跟我怎麼談 所以你要回去先翻你的地區 你要知道說那個地方是誰管的 那你可以問地方的 村長恐怕不是很了解 你可以問鄉鎮公所 那個地方是誰管的 那要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是國家公園範圍內 你就寫到國家公園 那元寶弟其實他是會同 元寶弟的管理還是在鄉公所 所以就會同圓民科 這樣子而已 但是那個會不用你去行文會 就由主辦單位去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看這條水溝 說不定前面那條水溝 可能分到來五六個單位都有 以下林務局水保局什麼都有 都有可能 所以你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做解決 那我剛提到計畫 你們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 明年還不錯 所以大家可以朝向這方面去做經營 那未來的話其實有很多的一個 大型的一個展校活動 台灣的很多地方政府都開始辦 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以主持這樣一個形態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 你有這樣的一個特別的產品 像我們今年幫瑞瑞香辦一個咖啡手沖賽 然後因為那是另外 因為我們是產地 很多只要種咖啡 那其實我們為了吸引全國的一個 產業的人來做 所以這次我們獎金拉蠻高的 那我們也蠻辛苦 我們又要當賽事籌備經理 然後要自己當評審 那當然還好有其他的評審 support我們 但是很多的人就會怪我們 資訊不夠透明 因為我們在前兩天的時候 其實才三個人報名 但是第四天的時候 八四個人額滿 因為在做 雖然通常是以咖啡來講就好 農民是農民 但是後面還有很多的消費端 很多的店家 很多的同好者不知道有這個活動 當他們知道之後他們蜂擁而至 我們就結合地方的溫泉業者說 我住處有打折 補助這部分 我們獎金拉很高 然後很多的參賽者說 為了獎金而來 他來花蓮玩 他就要一個下午 成績有進的話 第一名2萬塊 我們說台南的都跑來 開車自己開來 所以其實在辦很多的活動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是擺擺攤 很多區域的活動 或是競賽型的活動 都可以在裡面去做這樣的一個東西 當然茶或咖啡四號瓶 他可以 可以朝上這個地方去做 那其他的活動就要經過設計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說關於一個市集的部分之外 再來說接下來會有一個新平台 新興的展售平台的一個型態方式 其實就是線上的一個虛擬的一個下單 然後線上下線的一個實體的一個交易 其實他這個東西有很多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你可能可以跟地方農會 或是地方超市一個作為合作 就是說 他可以在你的網站上直接下單 他可以給你訂購 然後有實體通路取貨 像我們知道說宅配的那個超廠取貨很方便 事實上他也可以做一個東西就是說 超市取貨的部分 當然這個好處就是說 他可以拿到一些優惠 譬如說你跟通路之間的一個合作 譬如說你跟Seven 他有一些優惠的方案可以提出來 那他可以用你的購物車的方式 同步的一個消費型態一個累積 那你要不要建立這樣累積的一個 消費型態鼓勵消費 那都可以做這樣的東西 那其實這是一個 新興平台的一個產生 現在有人在進行這個部分 就是用APP的一個方式 你要滑手機就可以訂菜 那你可以加入這樣的一個虛擬的 一個消費平台去做這樣一個東西 那他也可以很好的一個消費明細 再來說很多人會累積那個消費點數 消費點數的方式去做 那可能傳統農民裡面 對消費者比較好的說 譬如說 一金三十五 三金一百 這種東西 其實新興消費市場 他是用點數累積的方式 他用總偷偷就是說 你可能黏的點數 我們知道說大家很喜歡辦會員 但是會員卡有什麼屁用 好像沒有 事實上是有的 就是說你累積你的點數 那你要不要建置這樣的一個型態 你可以看到說這樣的型態 他從飲料店都在擠點數 那你可不可以建立這樣 跟消費者建立這樣的型態 可能說他可以累積一整年 或一個月的消費額 他會換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都可以做 你說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你只要對你消費者就好 但是你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新興平台的一個方式 去做這樣的購物 他可能透過APP 或是網站的一個點選 你可以透過門市的取貨 就是說你可以寄到超商取貨 我們知道超商有好處說 他的運送是比較準時 再說他有可以要求低溫保存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做這樣一個網路的行銷 你可以透過這樣一個新興平台的 一個虛擬的東西 那消費者可以即時的看到你的訊息 譬如說你這個月產什麼 我們知道像夜菜的時間比較短 可能一個月21天就可以採收 那消費者就知道說 你會產出什麼樣的一個作物 那他可以在即時的方面下單 那可以再做一個取貨的部分 像這兩年 有一個通路上叫熊媽媽 廣告答案大 對 還在賠錢 他這種傳統的 不是傳統 這種傳統的網路銷售 會有一個很大的障礙問題 要去克服 就是說 你要去結合地區的農民 你才能克服那個運輸的問題跟成本 那才能降低 所以他現在打了一個廣告說 他可以買到不行的退貨 然後多久之內出貨 那他就是結合當地 他不是說你跟我訂貨 我從我這邊出貨 而是說他在當地 他就經歷很多的農民 就是很多的一個供貨商 那就可以做這樣一個出貨的動作 所以其實這種新興平台 它是屬於比較 新的商業的營運模式 那對我們一般農民來講 可能幫助的效益上不是那麼大 但是讓大家知道說 有這樣一個新興平台的一個產生 那他未來會做一些變動 因為我們知道說 像現在很多人購物 也都習慣透過網路 像雙11就好 我們知道說大陸的雙11 是很誇張 現在雙11變節慶了 好像雙11不買東西是最過一 對 那是一個刺激消費的心態 就有這樣新興平台的產生 你可以透過虛擬的平台 就是像 Yahoo 蝦皮 或者淘寶 像屬於虛擬的平台 然後販售你的東西 那它可以很快就從超商取貨 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個是可以讓消費者很快的 了解你的產品跟你的時間 可以縮短很多 那其實這兩年整個農產品的變遷 的銷售 有很大的變遷 以歐洲跟美國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走的是屬於指銷店 專銀店 大家看過那個統一生機 有沒有看過 有齁 那屬於有機專銀店 它專門賣有機的 台灣平均每年進口有機產品 61億 市場很大 非常大 因為很多東西其實我們沒有產的 那 德國 歐洲它是走這樣子 一個直銷專銀店 其實德國跟歐洲 它現在也有在變了 大概也會超上市集 然後再來說英國 瑞典 丹麥這是歐洲的東西 它是屬於超市型的 就是說它這樣子的一個有機產品的管道 它會出現在超市比較多 那台灣的話非常多 有機商店 就是所謂的專銀店 像同一生機 然後專銀店 然後超市的有機專櫃 然後有做宅配 農場直送 然後生機飲食的 傳銷也有 電子宅配都有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不一樣的銷售管道 那你不見得 要跟傳統的人一樣 你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來 像台灣前兩年 前幾年 那時候全聯在談 他要辦市櫃 有機的市櫃 就是市賣櫃 後來兩年 他覺得不用辦市賣櫃 為什麼 他覺得有市場 他直接就專櫃了 所以現在去看到 以最近的收封的全聯就好 他都有有機專櫃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看你的消費族群 這個有機專櫃 如果你如果你辦在甘馬店 所以為什麼他全聯會 願意投入有機專櫃 消費者的型態 全聯他做過 他會做一個事情 就是他會做銷售預測 其實這個在關於商業的部分 就是說你去做銷售預測 這個跟主訂客群的一個鎖定 會去消費全聯的族群 鎖定在25歲到45歲之間 都是年輕人 然後年輕人有一個特性 第一個他對價格敏感度不會那麼高 所以價格敏感度 我不會比說這個衛生紙 150抽還是120抽 差5塊 差3塊 他對於價格敏感度來講 不會那麼高 這樣子的話 他對於價格敏感度不會那麼高的話 他對於價差的感覺就很低 一個豆腐來講 有機的可能21塊 冠險可能12塊 中間價差這個9塊來講 很多的是無感 他為什麼要去選擇有機 買個保險的概念 我至少不會吃到農藥 或是因為吃到豆腐 我不會吃到基改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會選擇有機的產品去銷售 其實早期我們在推有機的時候很辛苦 我們說那個其實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有機的農民 種菜不錯 就說蟲吃飽了 我再換我們吃 其實現在有機室很漂亮 就是管理技術的問題而已 其實早期都會推說 鼓勵有機就是每一個 每個禮拜吃一餐有機餐 那就是鼓勵有機 事實上現在不用那麼辛苦了 因為其實很多的有機的通路 它需求量是比較大的 然後因為消費者起來 這是因為我們有一群這樣一個消費者說 他對價格的敏感度不高 那他寧願多花那麼一點點錢 去做這樣的消費 所以全年他本來試辦櫃之後 他就覺得說可以成為正式櫃 甚至於小店 像你看吉安欣豐這種小店 小的那種全年他都有有機磚櫃了 因為他知道他的客群 他的主要消費客群 就鎖定在這樣的年齡族群 所以這個年齡族群有這樣的一個特性在 而且這樣的消費族群 我們知道現在是小家庭的話 這個年齡族群很多人是怎樣 跟我們一樣可能沒結婚 獨居 或者是小家庭人口 沒有小孩子 所以他的人口結構會簡單 所以我要調整我農產品的時候要怎樣 小量化 其實這個不是針對這個族群而已 日本就好 日本他們的銀髮族很多 他們獨居是很多 所以日本他們超市也做一個調整 我們知道說傳統買菜是怎樣 一斤 半斤 但對這些人來講 我買半斤蔥 我要做什麼 所以他們開始朝向小量化 他減量可能100克 一把 日本的案例比較特別 因為說日本他們希望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很多人他希望這些老人出來 出來跟社會有互動 他用意是這樣 所以他希望說他賣的菜 一把可能200公克 他做這樣 讓這些老人家他可以每個禮拜 可能出來三四趟 跟社區 然後跟這些超市人互動 然後其實也讓你知道說還沒死 因為我們知道日本很多這種 就自己死在家裡面 所以這是關係到整個社會結構問題 所以他會做這樣一個調整 所以你要進入這個超市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台灣的消費型態是怎樣 他的走向是怎樣 台灣現在是走向所謂的裝櫃比較多 超市裝櫃 有機裝櫃是最大的趨勢 你可以發現說 我剛剛提到前天之外 家樂福很大一櫃 都是有機的 為什麼會這樣 就因為台灣的消費 有機消費市場有起來了 比較不會跑去有機的一個專營店 所以發現說 現在很多有機專營店都開始 視為一個沒落 原因就在這邊 因為他並不是在一個獨佔的市場而已 現在是開放型的 所以你在找通路的時候 你可以跟地區的一個這種超市 全聯 或者是說像剛才提到家樂福 這樣的一個區域型的超市談 你要盡貴這個事情 你就可以直接對產地的消費者 這兩年觀察下來 其實他很多的 他們也在找這樣的一個農民 所以可以跟他們談說這樣的東西 台灣的有機商店的缺點就是說 它的成銷成本比較高 它成銷成本事實上是比較高的 它的取債性很多 它賣的也比較不好 因為他們 你想有機專櫃他賣東西 你現在去看很多都是賣乾貨 有加工品或是半加工品 即食品之類的 它對於生鮮這一類的東西 事實上是比較少的 所以如果你有生產一些雜糧乾貨類的 有機專櫃也有機專門店 是可以跑的一個方向 像有些雜糧類的他們就很愛 或是一些半加工品 他們那邊是銷售上是比較好的 有的人當然有機專門店會 有偏向宗教性的 有這樣的東西 那就看你的產品屬性 你去選擇你要的通路 是怎麼樣的 或是說你擺市集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可能有定期的一個消費者族群 像定期財產 這個都是幾乎到外縣市才會產生的 這個一個型態 你要試著季節性的去做調整 譬如說我們知道中秋節之前 我們可能要聯絡我們的消費者說 我的溫蛋產生了 秋冬的時候 又要通知的時候 我的柑橘類產生了 或者是說 其實你可以在颱風季節就通知他說 颱風要來了 你要不要先買菜 我雖然可能價格波動不高 但是你當下消費者心態說 對颱風來 我要先囤貨 不管先買再說 雖然今年久颱風沒進來 所以他就會有這樣的東西 或是說你要跟有機餐飲做結合 那傳銷的一個方式 或是說電子商務更宅配的方式 那都是一個現在很好的一個 同路的一個型態 可以去做一個你的一個選擇 那其實超級市場 他主要以銷售管道為主 那其實長期下來 他佔有率 以有機商門店的管道是最高的 就是說其實台灣的現在型態是這樣 其實已經在改變了 現在應該就是屬於專櫃 超市專櫃的方式去做 去做這樣一個經營型態 我們跟其他國家的銷售 就會有些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其實鼓勵大家重有機 其實他市場還不錯 你想還有61億的進口市場 可以取代 所以其實他的銷售的一個方式 也逐漸在變 所以其實鼓勵大家不要只是 在單純交行口 可以從多元性的一個管道 去做一個尋求跟瞭解一下 這邊就講到說 其實台灣傳統有機市場的一個變性 就是這樣子來的 從以前最多的有機專門店 到試辦櫃 到現在其實 量販銅爐跟地域型 就是地方區域型的市集 的一個型態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去做一個 地域型的市集 這個東西其實不需要公部門 他只要有一群同好 去做一個集結就可以 找到一個好的一個地方 這個在歐美 尤其歐洲國家 有很好的一個型態 像我們去巴拉利亞看 他就有這樣很好的一個市集 有一個農場 他有六個人而已 這六個人他們是只做羊 羊的製品 羊毛 羊毛當然一兩年才賣吃 羊毛 然後羊子 就是那個脂肪的部分 然後羊乳 然後乳酪 然後還有羊肉 他們只做這個 然後那個農場很小 但是他的農場小而精而美 因為他有集乳式賣羊乳 他還有屠宰場都有 那這六個人裡面有兩個博士 四個碩士 他們還是農民 因為他們其實在德國 農民的地位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所以其實他們有在專門的部分 他們就是朝向比較好的一個品質 去做追求 像他們的羊 每天都自己去激乳 你知道嗎 跑去激乳台激乳 為什麼你知道嗎 舒服 不是 是因為他那個 激乳槽那邊的飼料比較好吃 所以他是說 根據研究 他說真的真的有 那個 羊在比較愉快的心情激乳之下 乳房也會降低 他的乳子品質會比較好 對 所以那個羊每天早上起來 自己跑去激乳 所以你看他們就會去做這樣一個 形態的研究 他們就會透過市集的販售 去賣這些東西 當然他們有傳統 他們既有通路 他們就在市集擺的時候 讓人家認識說 他有這樣的一個產品 然後做一個銷售 其實台灣這幾年來的變遷 是從慣性市場 是從早市 我們知道說到黃昏市場 因為農忙 應該說市農工廠的關係 很多人他並沒有時間去逛早市 所以其實早市 這樣一個型態 如果你是有寄 我就不建議你去 因為早市的型態 會是這樣消費者族群 阿嬤老人 四點五點又起來那種 他對有寄的觀念可能沒有那麼強 他在意可能是那個 一斤一百零五 或一百零三 他會跟你在那個上面癥結 我們知道說像有寄的東西 價格不應該是被波動的 會有這種社區型的菜飯 像我家巷子口 就有這種社區型的菜飯 然後他也不適合你的這樣的產品 當然如果你是做慣型 你的量可能不多 多樣性 那你可以從這方面去切入 然後轉變到大型的一個 量販店跟黃紅市場的超市 如果你的產品市局比較高單價 比較品質還不錯 你可以從這個方面著手 因為黃紅市場的人大概 會逛黃紅市場大概是像我們這種 下班 上班之後會去買的人 其實他的消費力是比較有潛在性的 然後對價格敏感度不會那麼高的 然後從地區型的超市 市集上去做一個左手 像宜蘭有喜富惠 花蓮有銅冠 或是一些市集都可以去左手 剛剛提到說 為什麼全聯他鎖定 這樣的一個消費族群 你可以看到說全聯他這兩年下廣告 都下重要 所謂重要說他很改開玩笑 拿七月半的那些廣告 很多人看了會心裡笑 但是很多老人看了說不道不勤 拿死人開玩笑 為什麼他不在乎那些老人的想法 因為他知道他的消費族群 是25歲到45歲這個年齡階層的人 這個年齡階層的人 就是大家跟我們一樣 我們對於這種往生者 其實你會發現他導正了一個很大的觀念說 我們對於七月半的害怕 轉到現在是一個尊敬 他潛移默化跟我們講一個事情說 你可以買零食 因為買很多不同的東西 不見得要跟傳統一樣三生無理而已 你可以買其他東西 然後可以拜拜的東西 然後可以吃的東西 所以他下很大的一個開玩笑的一個廣告在上面 他用意就是他要著重在這一群的消費族群上面 他不care那些不是他消費族群的人 所以他敢開這樣的一個玩笑 所以就是說你要知道說 你的跟你買的菜的人 其實為什麼農民很辛苦 你要知道說跟你買菜的人的背景很重要 所以我們傳統在甜言問卷裡面 你會看到幾個項目 男的 女的 收入 教育族群 教育水準 收入 為什麼他做這樣一個背光的一個東西 他才知道說我要買你什麼東西 如果你今天是寫獨居老人 然後我是領社會救助金 我就賣便宜的給你 對不對 如果今天你今天你的收費比較高的 我可能就會push你比較有機的高單價的 你今天可能是在軍公教退休的 中高年齡的人 這種人最怕死 我就一直推有機的 養生的 可以補什麼東西的給你 就是說你要知道他的收入 他的背景 你才知道說 你要賣什麼樣的東西給這些人 所以你要去了解說 跟你買東西的人的背景是怎樣的 你才知道說 我要怎麼賣給他這樣的東西 去著重他 像我們一個農民他專門種山谷瓜的 然後我一個同事 因為山谷瓜他有 其實對第二型的糖尿病 有一些還不錯的作用 他媽媽吃了有效之後 他媽媽就變成地方攀傷 你知道 因為他同樣旁邊都是這樣的 我說哇塞 你媽真的很會 每個月進貨自己進兩罐 事實上進二十罐 每罐抽五十 我說哇塞 你媽變地方攀傷了 就因為他有器重這樣的一個消費族群 他知道說他旁邊很多人 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就做這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你就要了解說 跟你買東西的人的背景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會跟你買 他的族群 他的消費能力 或是他的需求性 你才知道說要怎麼買 像譬如說你遇到我就好 我可能一個禮拜買差一次而已 然後主流也不多 你說走開 沒消費力 你就知道說他的型態是怎樣 我也不可能自己打豆漿 所以你就說 好我就賣你罐裝 你就知道 他是什麼樣消費的type 他是什麼樣的人 你才知道說 我要賣你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他出來一定要買東西 對 所以你要先了解 有時候跟他多聊天 培養默契 有時候可以用友情的方式 他不得不買 沒有啦 其實這是一個交易的方式 再來說 剛才提到說 消費屬性的影響力 他的收入職業學歷 然後他的資訊管道 社群的東西 甚至宗教信仰和飲食習慣 這都是你可以去了解的 收入高低會影響他消費的能力 就像前幾年 這兩年還是持續 有一些像家樂福那種獨立品牌 的產品看過 有嗎 有餅乾 衛生紙 家樂福牌的衛生紙 大家有印象嗎 為什麼他要出這樣的產品 有沒有想過 便宜 對 為什麼他賣便宜 因為有這樣 不是 因為有專門找便宜的人存在 他五月花覺得 差兩塊很貴 他可能買不起 你覺得兩塊 我可能萬一要去撿 可能扭到 我就不要去撿 但是有些人 有這個族群存在 他很在意那一兩塊 他要的不是品質 他要的是 他的決定 他的消費型態決定於價格 所以我就出一個很便宜的 品質也不怎麼樣 那就有人買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有空去超市看 會買這樣子人的一個消費族群 他真的是可能在收入上 沒有那麼高的人 他對於生活品質 不是要求那麼高的人 他可能不會去注重什麼螢光劑 他可能不在乎 他可能我們就是說 會不會插到屁股亮亮的 螢光劑的問題 他不在乎 我要便宜 我要是便宜 所以他會做這樣的品牌出現 所以你看到 加勒浦品牌的包裝怎樣 摟到不行 沒有設計感 沒有包裝好的材質 因為他器重是這樣的族群的型態 所以就是說他為什麼 他同樣在加勒浦裡面 有五六十家的做衛生紙 為什麼我要跟他競爭 就因為我知道 我的消費族群裡面 有很大的型態是這樣的 再來他的職業別 他的上下班時間 他的收入都是 再來說學歷 因為學歷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學歷越高的人 他會主動獲取資訊的能力 會越強 他有相對性的 再來說他後路的管道的 一個資訊來源 這個人像我們的 我們這個世代人 他的資訊管道都來自於哪邊 手機、Facebook、Instagram 這種東西 他的管道來源會不一樣 傳統的人可能是看夾暴 一些東西 我們知道百貨公司打折 有那個夾暴 所以他會看這樣的東西 或者說他是 他周邊的人跟他傳遞的資訊 所以你要知道說他的資訊來源 你才知道說我要怎麼 器重你的資訊來源 一個資訊你要丟出去 你要知道說他的資訊來源 獲得管道你才有丟對 對不對 譬如說你的可能是有機的產品 你可能走的是比較像這種手機 那種Facebook 或是說其他的一個APP的型態 一個資訊管道的露出 如果你下錯點了沒有用 是沒有用的 那他是不是走社群的一個經營團體 譬如說有人可能什麼福論社 有人什麼施職會 或者宗教團體 都有這樣一個東西 那你就要披露 去朝向這樣的東西去做 譬如說我們有遇過 一個宗教型的激進會 他說你們花蓮種的米 比較有能量 我們就 嗯 好啦價格啦 我們就談價格嘛 比較有能量 那要開多少 那要好要種給你 對 他們是屬於這樣的人 他們來真的 拿一個水晶在那邊晃 我說 哇塞 很好 我們就說Push他 我們真的比較有能量 都賣我們的 我管你水晶怎麼晃 因為他透露出來就是說 他覺得我們比較有能量 我就順水推舟的跟你講說 對我們就是真的比較有能量 我就說我們這是有機的 這樣這樣這樣 這個要不要 這個也蠻有能量的 這個也蠻有能量的 他們就四星夢就定 沒有 不是 他們就 因為宗教信仰關係 他覺得說真的有 好 那我就器重你這種東西 所以他其實 現在我們有一個農民 專門教他們 就教得還不錯 所以其實你要知道說 他的社群團體 他所看的東西是什麼 可能獅子威和弗倫生他比較有錢 他怕的是農藥殘留 他可能比較注重養生 很容易 我這是 我阿里山的這個海拔糕 地靈人結 沒有農藥殘留 是會健康 買買買買買買 他們是屬於這樣的型態 他們對價格敏感度也不高 所以他們 這種人他其實 你說他會貫衝市場也很少 所以他也不會比價 所以價格上 他們比較不會那麼的敏感 也不會那麼care 有錢人怎麼會 大老闆怎麼會計較這一兩塊 不會 我相信不會 所以他們就會買 所以你要知道說 他們的一個型態 來做一個你的調整 再來說他的飲食習慣到底是怎樣 這個人的飲食習慣 現在很多人很堅持什麼 一定要自己打豆漿 有這種人真的有 我們遇到那個團體他們就這樣 所以他們那個黃豆銷售量還蠻大的 那我們就說 其實黑豆漿也不錯 要不要順便 可以試看看 他們 真的就買了 所以花蓮有特殊的紅糯米 其實米豆漿也不錯 你不要試看看 他們也買了 沒有 就知道說 因為我知道他們要的東西 他們的東西 我說其實你每天喝豆漿很無聊 換口味 這種宗教團體 使用世界的 可以換一下口味 他們就心懶的接受 我們站在一個佛心來的 幫他們做產品開發的角度上 也協助農民賣了不少東西 其實就是說 你要知道他的消費型態是怎樣的 其實協助的黃商良 他就做一個這樣的研究 他的一個購買型態或這樣子 這個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他有一個忠誠度 跟不忠誠的 他有一個高低的張力的部分 你可以回去做一個銷售的管理 他的消費的頻率 購買頻率到底是怎樣 你都要知道 他是一個禮拜買一次的人 或是他是半年買一次的人 所以這是屬於落在所謂的行銷預測 大家要做一個東西 就是要行銷預測管理的東西 就是說 你要知道你種的東西 哪時候產出 或是說這個東西 哪時候屬於吃的季節 像剛才提到文旦的東西就好 我們一個農民會在文旦之前 兩個月就開始披露 要採文旦這個訊息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文旦哪時候吃 中秋節 你知道明年中秋有個 應該說白鹿開始採收 然後到中秋節 你知道明年中秋有跟白鹿差幾天嗎 白鹿 大部分人都知道說 文旦好是在白鹿的時候採收 左右採收 明年很糟糕 白鹿跟中秋差4天而已 只有4天 所以明年怎麼辦 訊息要趕快跑 因為他只有4天的時間 所以他會產季又怎樣 會更集中 所以先跑先贏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你明年要很注意 明年要很注意 因為像文旦就好 不要說台灣的 瑞穗地方種了文旦 種一年台灣人要吃三年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如果你是文旦幼的農民 你要怎麼辦 你開始要做譬如說分級管理 文旦台灣沒有人做分級 我們農民自己有做 做AAA plus 自己的 當然他會分級 但是這個還沒有公訂的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 我就說其實你們可以組一群農民 然後自己去制定那個文旦的品質 那這是所謂差異化行銷 就是說我做AA plus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這個好吃 這個保證好吃 一定比那個一顆三五塊好吃 那你要不要買就看你了 你可以做分級制度的時候你就贏了 其實在整個國外 他們的分級制度是從民間單位開始發起的 並不是從官方 我們台灣都會喜歡渴望官方 市場要從民間開始做起 等你做起的時候你就話語權 就是說我協會說了算 我有個制度了 所以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做一個管理 所以他明年的時候說 你要可能比今年的資訊更早披落出去 跟消費者出去說文旦要採收了 我文旦要出去 所以明年的傳統市場裡面 他文旦會更集中 明年價格如果沒台風的話 價格今年會比今年還差 因為他銷售時間更短 因為文旦的銷售型態他也很特別 就今年而言 還不到中秋節之前 因為產地是這樣 我還沒到中秋節之前 我東西一定出去了 如果沒出去就死掉了 所以今年就橫屍遍野 我們去看今年的文旦的問題 中秋節大概一個禮拜 他們就說搞不起 他就綁一麻袋丟在門口 你自己扛走 八十塊 兩天後五十塊 三十塊都有 我說要爪子一塊 他說不管了 因為他會緊張 鄰居的 怎麼五十代剩三十代 我還有五十代怎麼辦就這樣 會有這樣的型態 所以明年會有這樣的型態 所以你要知道說 做一個行銷預測說 我知道什麼時節 我知道什麼時間點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東西產生 譬如說雙十一就好 你看到說大家都開始 前兩年雙十一台灣的通路 沒在甩大陸的雙十一 這兩年大家還是大仗氣鼓說 大雙十一的風潮 跟你搶單 所以你要知道說 什麼樣的時節 我要丟出什麼樣的東西 像這個時候是市值 日本田市的採收季節對不對 其實在中秋節 就應該把資訊丟出去了 就讓消費者知道 所以你要做 這個就是屬於行銷預測 你要知道說他的採收時間點 或是什麼時間 要去搭他 秋天就是市值 不吃很像對不起自己 市值也是蠻特別的 市值你要賣的對象是誰 你知道嗎 公司行號 市值是水果嗎 對 是禮品 買的人不吃吃的人不買 要甜不甜 要酸不香 要風味沒風味 唯一好就是好看 所以你要切中的是送禮的人 你會找比如說一些大公司 要送禮的人 所以你要知道說 他的型態 然後去切中他的市場 所以你在披露市值的時候 你去找這樣的型態 專門送人的 什麼獅子會 什麼會的 然後一些公司行號 市能工商的人 他比較會跑的 你就去切中他 去找他賣給他 跟他講說這個時候 不要再送蛋捲了 所以送獅子 所以你就知道說 我的管道要找誰要怎麼賣 過年的時候 如果你是種蘋果的 這會最好 年紀的時候可以送 所以你要知道說 你的產品 甚至於說你的加工品 可以做這樣的選擇 像這兩年我們希望文旦 朝向加工品的方式去做 未來的話 因為傳統的文旦可能一箱 20斤 我就還有兩箱 我可能吃到過年 所以我們怎麼辦 我要減量 今年我跟農民調整 最小到5公斤 其實5公斤在6顆而已 5斤的才6顆 像我們這種族群 我們收到一箱就很開心 我消費壓力不會那麼大 我可能小家庭 我希望產品多樣性 我要不要去做柚子果醬 柚子精油 我希望收到的產品 它不是只是吃柚子而已 只是吃柚子而已 我希望它有多樣性的產品 所以它附屬加工品 就可以順帶的一起賣 不見得說只是單賣一個東西 譬如你種黃豆 要不要找加工廠幫你做豆漿 你賣消費者的時候 其實就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或是說你的黃豆可能是即時性的 那你可以找一些比較加工廠幫你做豆皮 或是說豆腐 這樣的一個半加工品 即時性的加工品可以去賣 有這樣的一個消費屬型存在 那你就可以獲得比較好的一個消費市場 你的營收才可以增加 其實最重要是說 你的經營型態決定了整個市場的型態 不要只是單一的想說我就是交航口 你要回去看你的面積 你栽培的面積是多大 你栽培的型態是有機還是慣型的 那你的多樣性 是單一的還是複雜 你是單純椰菜類 還是你有根基瓜果類 或是說你有水果 或是說你有因為季節而調整 然後你的季節性 你是屬於集中型還是比較平均型的 然後供貨穩不穩定 那再來說你的生產管理是怎樣的 你是輪作 那你的產能如何 產期調控 有沒有這個能力 都很重要 像我們農民來講就好 他在說紋蛋管理的時候 他就做產期調控 跟一個產能一個調整 他就先輸果 他把品質不好的輸掉 因為他其實我們算過 你請能夠採收 這顆紋蛋從開花到後面 他整個打藥 整個財配管理 跟我這顆紋蛋不好 我提到把它輸掉 其實是比較滑得來的 我就走上比較好的高費端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在生產管理上 我就會做調整 因為傳統農民可能覺得說 我能夠開10朵花 我希望直接11個果實 台灣農民比較淳樸 每一顆都生命 每一顆都要珍惜 事實上不要這樣想 你還是要做一個產期調節跟調控的部分 你應該要朝向品質 品質的方式去做 你才能獲得比較好的一個利潤 而且其實說穿的 你顧品質的會比較集中性 不會那麼分散力道說 我顧這樣子那麼多 所以其實傳統裡面會有這樣的 一個財配管理的東西 你要去調整說你的東西 你要朝哪個方向去做 當然如果你是走慣性的傳統市場 那屬於單型的你可能就是重量 像我剛才提到阿翔西瓜這個案例一樣 不同的市場區隔 你要做一個調整 然後再來說你的栽培是怎樣的東西 是單一還是複雜的 你是做興趣還是真的是要賺錢 所以很重要 所以說你的東西是多樣性 你可能走了 不要走到行口 或走到大型的市場 為什麼呢 因為你東西第一個量少的時候 你沒有溢價空間 你就沒有溢價能力 你這樣子的時候 然後你要去走的是走小量的市場 地方尋的區域的超市 這樣子的東西 或是說你可能甚至於直接交給 像我剛才提到的花生農的直銷站 或是說你家巷子口的雜貨店 直接直接銷售 因為你的東西可能是比較多樣性的 你進到大型的市場 對你來講是比較不利的 所以你要知道說你的栽培型態去做 再來季節性 你的東西有沒有季節集中性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像文旦就好 它會有很明顯的季節集中性 或是葉菜類 它有很明顯的季節集中性 葉菜類就在秋冬 秋冬會產很大量 這個時候你要不要去做調節 你從中葉菜類 你要不要找夏天可以猜中的品種 葉菜類 這邊有種葉菜類的農民嗎 有 現在很多葉菜類是夏天型的 你知道 荷葉白 黑葉白 你知道這個品種嗎 白菜 荷葉白菜 黑葉白菜 夏季才好賺 趕快種 真的 葉菜類夏季最虛 因為葉菜類都在秋冬產生對不對 夏季葉菜類在哪邊種 種海拔 蹄力可以種 蹄力為什麼一定要種 因為第一個 十字花格的蟲集中的秋冬比較多 夏天比較少 再來夏天的光盒作用旺盛 彩培時間比較短 所以你去找一個品種來種 我跟你講那個一顆就快半斤了 所以你要知道產期調控 當大家集中葉菜類都在秋冬產生的時候 你的價格已經被削弱 你有 我也有 沒有特殊性 你在夏天有辦法種的時候就很好賺 像這邊有個農民 我不知道他這兩天有沒有來演講 那個廖宗豪 他專門供夏季蔬菜 葉菜類 專門供這個 你想他這樣子的成本 跟獲利就會比較高 成本就比較降低 所以很多的品種 都有夏季型態的 像番茄也有 番茄也有抗熱型的 所以你可以找學校一些 學校農事單位都有這樣的品種 可以去尋求 所以做一個產期調整 你就可以獲得比較好的利潤 再來說你在經營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談判空間 以量自駕的一個能力跟溢價能力 以質量來溢價 再來說團購 消費者累積跟合購 你要不要給他折數 其實有時候你們跟 對一些消費者 或是說他是一個收購商來講 不要太老實 直接說我就7折 他就往下看 你要先了解他的量 再來談 對 你不能說 他要跟你講 請問一下批發價多少 你可以講我7折 我要一罐 我一把太 不行 你要知道說他的 他吃貨的量是多少 你再來調整你的財配型態 所以你要以量自駕跟以值 譬如說他要什麼樣的品質 再來討論 像剛剛提到阿強西瓜 案例就是這樣子 加勒服他要是20公斤的 所以我可能是用量 而不是用紙 所以你要知道說這樣東西 你要不要給開團購的人 像開團購或是累積消費 合購這種人 就是屬於在辦公型態的人比較多 你可以跟團組 開團組這樣說 你的有優惠或是你的免費 刺激他的動力 所以其實你在做這樣的一個 浪力跟互利的方式的話 其實可以讓你的通路 有更長久的存在一個好處 然後再來說 整個很多的情感連結 它也有共同的價值 你就可以跟他討論 譬如說重有機的人 然後跟他討論有機的觀念 市場之類的 然後共同的興趣認知 價值觀是不是一樣的 你可以透過整個經營的方式互動 然後交流 做一個感染的動作 對品牌 品牌就是你 品牌產生情感 他對你有一個 把你當成好朋友的時候 他就對你有一個信任感 跟價值感的存在 所以他在做社群經營的時候 你跟他有互動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東西 像486 他雖然是賣很多阿里阿渣的東西 但是你發現他的消費族群 就有很強烈的情感 因為他用一個東西 他做很多工藝 他讓他消費族群知道說 你跟我買東西 不是買東西而已 你還要做工藝 有沒有很偉大 買東西還有這樣東西 所以他就用情感連結的方式 再來說 銷售通路的一個多樣性時代 有剛剛提到的 你要知道你的栽培的物種 市場的屬性 再去做挑選 你要先去瞭解說 你到底是種什麼東西 然後你是企業生產 還是單一消費者 社群 市集 餐店型態 可以做一個選擇 這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說你要供貨跟銷售的對象為主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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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